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企图要重新搅筑日本首相的政治人物甚至还扬言 日本政府购岛之后就必须要设政府的机构体现有效的管理 那么面对钓鱼岛的情势又再度的升高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今天也有大动作 他登上了彭嘉宇宣誓钓岛的主权 中国外交部也在今天适合的强调 两岸全球的中华儿女有责任来维护钓鱼岛的主权 钓鱼岛的风波可以说是风高浪急 也正考验的中日关系 台日的来往以及两岸的默契 今天晚上您即将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来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杰 东京现场我们邀请了嘉宾是亚洲周刊 特派东京的资深记者毛峰 两位专家两地连线来分析 解密日本购岛的真正战略的意图 不过首先来关心的焦点就是 这一场整个日本的购岛的闹剧 可以说是始作勇者就是石渊胜太郎 而石渊胜太郎在今天又发狠话了 我们先来看看李淼的追踪报道 东京都知事石渊胜太郎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日本政府对于在钓鱼岛上 修建渔船避难所的要求不做回应 他将向本月26日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公开提问 要求他们对钓鱼岛问题做出回答 石渊曾在周三一度表示 如果政府已经同所谓土地所有者达成共识 他愿意将东京都筹集到的超过14亿日元购岛捐款 转交给政府用于购买钓鱼岛 但之后许多捐款的民众表示反对 石渊又收回此番发言 石渊还坚持 就算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 他10月份也会参加前往钓鱼岛的调查 这一计划没有任何改变 日本政府计划在下周召开内阁会议 正式确定钓鱼岛国有化 并在近期同所谓土地所有者签订购岛合约 凤凰卫视 林淼南来耗水 日本东京报道 石渊在这个时刻又放话了 他这个时候再度的放话到底是来搅局的 还是事实上跟野田政府其实在唱双簧 相关的话你立刻连线在东京现场 跟联系的嘉宾是亚洲周刊 特派当地的资深记者毛峰 毛峰我们发现这个时程点非常的特别 您可以在我们刚刚的标题上也特别看得出来 如果像日本媒体的报道的话 就是9119月11号的时候 那么野田政府可以说跟购岛者完成了这项行 完成了国有化 那么这个动作为什么如此的急迫 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那么其实野田政权急于快速的将钓鱼岛国有化 那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想趁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那个国内以一切稳定为主 这么一个时机 想迅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点就是说那个十元曾经提出来 十月份不管日本政府再怎么阻挡 他冒着逮捕的危险也要上岛 那么日本呢也政府也一定的考虑了这么一种激怒中国的危险性 所以呢要在九月底之前把这个事情了结掉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最新的消息显示出来 日本今天的国会 本届国会已经闭幕 那么下一届国会由于那个参议院 那个知名党提出了问责决议啊 所以呢现在的国会其实是空转 那么下一届国会一开始就面临着可能解散或者大选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野田也极需要尽可能在下一届国会 也就是十月下半旬开始的国会之前 把这个事情聊断道 对毛峰在跟我们回答的同时 我想看一下北京的张洁宁的解读 其实日本在整个购导计划当中相关的很多的时机点都非常特别 比如说野田是七月七号宣布要购导计划 刚刚你也看到标题了 你如果假设真的是国有化购导时程是九月十一号 那么距离九月十八号这个日子来讲又只剩下七天 我们从这些数字当中或许它是个巧合 但是我们关切的是如果真的是国有化之后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接下来发展会面对什么样的局势 这样我记得我们当初我们这个亚太所做过一个周边安全形势评报告 对2012年的当时就预测在2012年影响这个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很大的因素 就是今年是个大选年包括我们主要亚太国家它都要大选 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呢必然会影响到地区的安全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从这个日本现在这个购导这个整个进程来说呢 我觉得看的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网上的评论说 如果911的时候日本整个宣布了购导 那么我们以后的国旨就不再是918而是这个911 这是一点想说的 第二点我想说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这个日本政府购导这个决心和这个付诸于实施呢 基本上已经是能够判断大事就已成的这样定据 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说如果它购导成功 那么下一步它将会做什么 现在我们的判断大概有三个 第一点那购导成功之后它会维持现状不动 第二点呢它就是说它会就根据像实验生态 它说会维持一些这个新建一些维护的这个民用设施 那第三点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可能就是会 是不是会把它作为一种军事的后勤补给 或者其他用途的居住用途的一个基地 那么对于这三种情况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判断说 第二点可能要这个可能性要大得多 因为刚刚和这个毛峰老师也沟通过 就说实际上它这个从治权到这个主权的转化 意味着就是它要把这个钓鱼岛有人化有人居住化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目前来看中国内部的这个讨论和准备还非常不足 而这个是对于中国进一步说是在这个钓鱼岛上问题 会变得更加被动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 毛峰张杰特别点到三种情况的研判当中第二种最可能 而第二种就是刚开始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新闻当中 十元所点出来的 不仅是十元点出来的 同时也是安倍晋三昨天接受日本媒体时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这里头当中岛上应该设施要政府机构 在这个部分当中您的观察呢 其实呢安倍晋天说的东西 那个我在那个焦岛之前通过日本的有些资囊的一些对话 就掌握到的信息 由此可以看到安倍说出的话并不是安倍个人的意见 而是日本一个政治利益或者说一个政治的一个团体所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其实早在这个之前我就说了 那个我们说十元买倒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作秀 更不是闹剧 它是一个政治大动作 那么这个政治大动作的背后是什么呢 国有化 国有化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考虑到 其实国有化背后就是有人化 就是今后要全面的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管理 那么这个控制管理谁来控制 有人控制 那么据我了解到 其实他们内部一个讨论 就是说派人怎么派人 首先当时在扩大就是保安 听的保安法的时候就强调过 要派人什么派什么 首先派警察 为什么派警察 如果保钓人上来马上就抓 对吧 所以他们开始其实策划的是想派警察直接驻守 但是警察驻守日本法律有条件 就警察是保护民众的 上面没有民众你派警察上去 这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说的安定稳定的管理 和我们过去中日之间政府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切 就是说安定稳定管理 就是换句话说有一个钓鱼岛的密约 就是我不派人去保钓 你不抓我的人 就是万一发生上去的人 就你不要抓 那么这个是那个前面 就是当时2005年的时候 那个小泽一郎派了他的外务大臣 穿口顺子到中国进行的 那么我从现在外务省的原来的那个调医局长那里 他没有说是有密约 但是说有默认 那么很显然的就是这一种状态和现在所谓的安定稳定管理的状态 是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 那么钓鱼岛的危机会更加加重 但是如果像两位刚刚所判断的 也就是石元他所期待的能够在倒一倒国有化之后 上面设上面建一些其他的政府的相关的设施的话 那么很明显的就违背了稍早之前 包括中日媒体所传出来有可能中方坚持的三部原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方到底该如何来因应 来如何来反制 在这我继续请教张杰 在今天内地的媒体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比如说我们的反制手法可以参照 在南海议题上我们设立了参照了三沙市 这是可行的方向吗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周边海域的争端 升级化的形势是比较明显的 当人们谈到钓鱼岛的时候 往往会就是说类比到黄岩岛问题 我觉得大致至少这两个有相同之处 但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差异 第一实际上是中日和中非之间的实力对比 差距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攻守双方是不太一样的 第三点就是实际上这个日非日美 他们的这个关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考虑这三点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从攻守来 攻守方来看呢 中国上在这个南沙上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属于是攻防 它实际上是占有这个领土 这个对于我们采取下面的一系列这个策略呢 是具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决定性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 因为这个三沙市它实际上本身隶属的是海南省 而我们知道是这个从我们以前的规定来看 就是说这个行政管理权 钓鱼岛行政管理权是归于台湾省的 那这就牵扯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处于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一些行政管理的方式上 我们必须和台湾加强更多的这个合作 这是一点 我觉得另外一些我觉得就是说 包括我觉得更多的反日措施商 可以从三沙或者三沙市或者从这个南沙可以借鉴的 包括就是说行政管理的其他方式的这个行政管理加强 包括我们执法这个队伍 或者在那边这个比较密集的一些这个巡航 包括一些如果说日本人他可以 政府可以从私人手里够岛 那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可以从政府手里来租用这些岛呢 商务我觉得这些问题商以前已经讨论过 这些都是可以一些采取的一些策略 毛峰张杰特别强调钓鱼岛比南海南半 是因为中间夹了台湾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推演 也就是如果真的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 他直接冲击到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他也要来看看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发展 所以从东京的角度他国有化之后 造成中日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的对抗升级 那么他认为台湾会站在哪一边呢 日本的评估是如何 那据我了解日本的评估 他们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评估 那么有三点 第一点他们认为台湾和大陆 不可能在保钓问题上联手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马英九出于他的现实的政治利益 或者说日台以及和日美台三角关系的一种木切 他也不可能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军事性的行动 或者说夺取钓鱼岛 或者说再退一步 采取更比较强硬的措施来争夺钓鱼岛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马英九刚刚提出了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五点建议 那么日本认为 这其实就是马英九做的一个铺垫 万一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 或者说军事战争 其实台湾不会站在中国一边 反而会谴责中国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 因为钓鱼岛从他们的现场的现在的利益 或者说立场来看 钓鱼岛是他的 那么你动用武力 那么违背了所谓马英九提出的和平解决的那么一个框架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陆联手 也就是日本吃定了两岸之间 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形成合力 而反过来呢 日本为什么这么强呢 因为他和美国形成了合力 形成了二打一的情况 所以说他们判断中国根本不敢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 因为武力远远不及日美之间 好 这是毛峰他转述他所收到的 包括东京的智库当中 他们可能的角度 但最后来我要请教是在北京的章节 可我们也看到了马英九最近在保调上 直接动作非常多 今天我们看他登上台湾的李岛彭嘉宇 来宣示钓鱼岛的主权 最值得观察的是他提出这样的呼吁 他说台日两岸中日是三组的双边对话 这个三组双边对话开始来 逐步迈向三边共同来协商 您觉得可行吗 我觉得我想提一点 就是我自己得到的一些信息 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宣布海岛的命名的时候 实际上事先涉及到钓鱼岛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事先和台湾是进行一些沟通的 所以说我们大陆和台湾完全在保调的问题上 不可能形成合作 我觉得这种判断可能还有待于商榷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说即使是官方没有明确在这个政治上的这个 关于钓鱼岛的沟 但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在实际的行众上 还是得到有一些相互的呼应 包括他今天登上这个彭嘉宇 包括上他这个台湾在这个太平岛进行这个试射 我觉得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形成了很好的这种呼应关系 那我也注意到呢 这个马英九他提出了就是说从这个三组双边到一组三边 这种谈判这个钓鱼岛问题 我自己认为上这是可行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具体来说 以台湾以什么样的地位政治地位加入 然后就具体就哪些问题来谈 以及如何这个三边来处理这个对美关系 我就是可以下一步再具体来商谈 但是我觉得这种政治动议 我自己是比较赞同的 好 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随着事态发展 接下来该怎么样观察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待会见 对于钓鱼岛这方面的争议 事实上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特别表示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包括全球的中华儿女 都应该有责任来维护钓鱼岛方面的主权 相关的话题我继续请教 在东京现场的亚洲周刊 在当地的资深记者毛峰 毛峰 这对马英九这一连串的动作 你所掌握在东京当中 还有哪些其他的解读吗 那么其实呢 我刚刚说了 这个日台之间 他们虽然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还有相当大的密切的互动 那么包括那个日台之间 对于领空 他们有暂定的领空线 那个执法线 那领海 他们有暂定的渔业的执法线 那么马英九的一系列行动 其实特别是这一次行动 日本方面我得到的信息 他的解读 事先是告知日方 主要的 其实马英九现在在争取 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面 相对的拿到一点主动权 那么日本呢 是默认他这种主动权 那包括过去 那个曾经我们记得 那个台湾方面 保钓船曾经到过钓鱼岛 并且有四艘海巡署的海巡舰 那个随身护航 并且实质进入了钓鱼岛领海 那日本方面也没有做出非常激烈的强硬的抗议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有一些互动的 包括这一次他去 其实呢 他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显示 台湾对这个问题 有一定的主动权 那第二个呢 我们知道 马英九他是一个保钓的 那个情节非常深的人 那么他也实际上 也很想看一看 那个钓鱼岛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所以呢 事先呢 但是有一个约定 绝对不会越过 日台之间执法线的 好 最后有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特别请教张杰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一开始两位都得被提到 转述了日文媒体 包括安倍也说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当中 野田急着完成钓鱼岛的国有化进程 是因为考虑 在十八大之前 中国方面不会有动作 但在这里 张杰也是特别研究有关南海问题的 我想做个比较 其实在黄云岛部分 之前中国的军方就有相关的动作了 所以这个判断 包括日本的这方面 会不会会有他误判的可能性 您觉得在中国十八大之前 还有哪些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值得大家注意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我觉得就是说是 不光是日本上 包括很多周边国家 他们把这个中国国内政治 看作一个他们行动的一个 就是说是衡量的标准 他们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说我们在十八大以前 甚至说是在十八大之后 中国为了保经济发展 不会在领土温上采取这个军事手段 我个人认为从现在来看 这种判断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区 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个黄云岛事件 从今年来看 甚至从以后来看 黄云岛事件是整个中国南海政策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我们过去完全 实际上说是这个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但我们只做到一点 就是搁置争议 而且是一种静态的搁置 尽量的这种忍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从黄云岛事件上 中国我觉得在这个各个方面 行政军事 包括这个渔业 各方面 我觉得采取了更多的一种 积极有为的这种态势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 可以同样的推测 因为实际上是维护中国的这种种 领土领海主权 以及维护整个中国 在海外交通要到海外人员的 这个安全 是符合中国要走向世界大国 保证中国整个在全球利益 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不会因为一个时间段 或者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而停滞下来 而且我们知道 维护中国整个这个 走向世界的这种海洋大国 海外利益 是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发展 所必须的 要做的必须的一个步骤 好 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也谢谢收看 凤凰全球连线 下周见 你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糟 眼看着你的温柔变粗暴 还守着你的承诺跟你许好 直觉一次次的对我发出警告 爱自己欺人麻痹自己多可笑 我被爱情下了哟 爱的独行发作在我心里收 我的血在流 泪在飘 曾经的爱潮变成囚禁 我的地牢 我被爱情下了哟